大家好,欢迎观看出版社 今天做韩式石锅鸡蛋羹 这个是酱汤用的石锅,这么大 这个锅不好收纳,也就买了一个,反复的用 锅大了,需要的鸡蛋也多 我用了7个鸡蛋,我们先打鸡蛋 想要鸡蛋羹冒出来就一个秘诀,那就是多 打好鸡蛋,加一点盐,还有糖 糖可以省略,因为我喜欢鸡蛋里加糖 炒鸡蛋呢,蒸鸡蛋都会加一点 又加了200毫升水,这里的水要比蒸鸡蛋的水要少 如果你的锅是新买的,最好在做之前 在锅内刷一层香油,薄薄一层 我这个用了好久了,我就直接倒了 最少得8分满,这么多正好 开中火 第一分钟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第二分钟开始凝结 要不停搅拌 听见瓜姐的声音了吗 锅底和斜角最容易粘锅,要勤着瓜 结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第4分钟几乎都成糊状 一转眼30秒不到,已经看不到流水 而且很难搅动了 调成最小火 盖上较高的碗,焖煮5分钟 过程中会滴水,这是正常的,不用管 5分钟之后打开看一下 已经冒出来了 吃的时候根据自己的喜好,加点葱花,辣椒粉,香油等 在我拍照的这段时间,有点塌下去了 如果水加多了,塌的会更加明显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金社长,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